那消息來看到天花板 從天而降 怎麼會這樣呢 高雄一間超商 在昨天深夜傳來巨響 一看發現這外頭騎樓的天花板 竟然就這樣子整片往下砸 雖然是沒有人傷亡 不過當時有十多部機車 就停在底下慘遭擊中 突如其來意外 警方也趕到現場封鎖 而崩塌瞬間的監視器也曝光 場面相當驚險 幫了癢 塌了 塌了 天花板整片往下砸 瞬間發出轟然巨響 店員出來探查看 店員聽到聲響走出來 一看傻眼 門口被堵住 本該在頭頂的天花板 如今大面積坍塌 去摩托營業 我跟進去就困了 人家要去 木架支撐不住掉下來就好 要看底下他們工程來看誰 就像被轟炸 不只擋住通道 當時七樓還停了整排機車 全受災被押住 機車上滿是碎片 結帳的時候 突然外面很多聲音很空氣 好險沒有客人 那時候剛好沒有 意外發生在六號深夜11點多 案發前還有三四名男子 坐在超商外聊天 離開後三四分鐘突然崩落 但近期沒施工沒裝潢 清查掉落的天花板 發現可疑 重鑄痕跡 什麼原因釀災還有待釐清 十多部機車被押中 受損部分將由超商後續處理 再看一次砸落瞬間 塌了塌了 幸好當時沒人經過 記者王一鈺 高雄八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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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